老师 老师 不好意思 我是公民记者好奇爸爸 我想请问一下 这次这个论坛你们有多少学生过来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有多少学生啊 我们杂志大概就十个人 然后有四个老师 六个学生 那另外还有一些来帮忙的 可能还有多了三四位吧 大概加起来有十几位 十几位 你说杂志有十位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在学校有办一个杂志 叫艺术观点ACT 所以我们是整个编辑部全部出来 四个就这个杂志 然后有四个主编 六个企划编辑 还有执行编辑 一起来 这个杂志是多久发布一起啊 我们是三个月 一季一起 一年四期 已经多久了 它已经有十二年了 已经十二年了 但是我们做的时间大概两年 我们这个团队大概是两年 然后做了一个改版 那你们这个团队 我刚刚访问到 汤黄之恩女士 画家 她说她是行动艺术家 那你怎么样定义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也是属于行动艺术家吗 我们算是一个开放的行动吧 就是说 试图去做一些连结 那这个连结 我们一方面带着一些观念跟思考 跟一些自我反省的这些问题到社区来 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跟社区的老百姓学习 他们遭遇到什么问题 那所以一方面是一个自我教育 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说 有一个比较全球性的一种新的治理的技术 我们叫新自由主义 它开始在台湾是以国土商品化的这个形式出现 那还有大学本身也都加入到这个结构 我们比较想凸显这个结构的问题 那这个主义另外一位先生 我刚刚好像忘了跟他交换名片 那那位先生认为这不应该给他 这么一个冠冕堂皇学术性的一个名义 他认为他完全是 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他说的对 就是说他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方式 是很无形的 因为他用物质的力量 用置物性行销 用广告 用各种政策的包装 让大家觉得说全民都有利益 可是实际上他真正运作是透过 法律工具 让财团得到最大的利益 为什么 因为这样政府他才有资本到全球化的市场去竞争 那我们比较关切就是说 你要有全球竞争力 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为什么要牺牲一般老百姓 那这个是他比较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变成一种让你觉得好像应该的 消费啊商品化这些都是应该的 可是呢 他却让这个基本的居住权 生存权 可以在商品的这个优先 土地商品化的这个优先的考虑下面 完全被牺牲掉 我们对这个是比较不满的 所以您刚刚说这样的一个新自由主义 可以使我们政府在国际上我们的竞争力 好像是提升的 为什么你认为把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是提高政府的竞争力呢 呃 这个是政府理所当然的想法 财团也是这样子想 可是这几波的金融危机 然后显现出来 这种思考的价值观后面 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 而且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大财团资本家 在炒作这些资本 把它越堆越高 其实是一个泡沫 他们认为这个价值 是让全球的经济能够振兴的唯一的方法 那我们会认为说 这种思考的逻辑 是一种读术 它就是一直要开发 一直要经济发展 一直要经济成长 我们认为 这个成长是有限的 你应该回过头来照顾 基本的国足 一般的国人 而不是呢 就是完全让国家跟资本 完全等同 只是在那个层次上面 运作那个资本的东西 一般人的生命生活的方式 真正的困难 又完全不顾 那我会觉得 在价值观上面 我们跟那种思考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 我们不认为说 那个部分 一定要跟着全球化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脚步去走 那这个新自由主义 这个名词是你们发明出来的 还是本来在国际间 就有弥漫的这样的一个主义 在6070年代 像雷根 美国的雷根 柴契尔夫人 他们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治理的方式 那么基本上就是 让政府的政策开放 向财团开放 然后减低社会福利 然后让工资越来越低 那让产业能够全球化 所以它是培养大财团的 一种政策的治理的方式 那有很多的学者 好像这个英国的David Harvey 然后像美国的这个Tomsky 他们都很激烈的批判过 这种治理方式 他们就把这个新自由主义呢 用很精细的分析的方式 分析过它有几种基本的这个走向 我刚才讲的就是 其中几个基本的特征 那奇怪了 这个我是第一次 因为我也不是 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跑新闻 那我没有听过别的教授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是艺术家的社群里面用的名词 还是在社会学 在别的领域 政治学 这是应该属于政治学吧 我听起来应该是属于政治运作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台湾的学者 讲你现在讲的东西 而且既然你这样讲 已经是由来1967年代 所以已经 现在已经2010了 已经四五十年了 对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学者 不知道这个东西 也不知道这个毒素 还让这个毒素继续的屠害我们 而且我们几乎 几乎是这近十年 BOT的这个案子 死的这个东西 野火燎原的 一样在全台湾这样的烧起来 对 那你可不可以解答我这个疑问 呃 其实像最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还有全球的这个茉莉花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有一部分跟这个结构 全世界的全球化的结构都有关系 那台湾的学者在这个部分 我会觉得说 不管是民进党执政 或是国民党执政 他后面的智库 基本上在台湾都缺乏 对社会 对社会主义 对基本福利 基本生存权的一种坚持 所以在这两个政府主流的 这个政府的 他们的思考 其实都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 那这个是我觉得是 就是台湾解研之后的一个缺失 解研前后 并没有很多学者思考过说 我们现在打破了戒严的威权 那下一步呢 其实下一步就是进入到新自由主义 但是我觉得很少学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这么少学者反省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说 所有的学者今天在大学的体制里面 大学本身也变成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治理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在累积点数 要升等 我们都在累积 累积研究案 要去往上爬升 那我们怎么累积呢 我们要跟政府申请 要跟国科会 我们要跟政府申请这些案子 所以 大部分的人都是共犯结构 那 在这个共犯结构的状况下面 学者有比较多机会去制定游戏规则 或是参加立法的过程 所以呢 这些学者 他要维持这个共犯结构 比较好的方式是说 强化这个主流的思考 就是 朝更积极的资本主义 全球化的这个方式去思考 那 这个一方面可以保障他在学院里面的位置 另外一方面他不用走出到社会 关切一般的老百姓 那 我只能说这是解研以来 台湾学界的一个基本的思考上面的缺失 那的确在国外 在欧洲 在美国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学者 很激烈的批判 这个走向 所以让 但是即使他们这么激烈的批判 我们还是 发生雷曼兄弟事件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说 金融商品化 这个东西 跟这种新自由主义啊 这个是一体的 那 另外一个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 大学本身也在公私化 我们叫做法人化 所以 所以 为什么我说政府跟大学也 形成共谋呢 因为 政府他拨五年五百亿给前七个大学 给他们很多钱 他的目的就是 让他变成像公司一样运作 所以 现在的大学越来越要负责自己招生 自己赚钱 取得 取得资本的来源 所以大学也像一个财团的公司一样 要累积他的资本 他的逻辑是一样的 那 这个东西呢 对我来讲 我觉得他 太美国化了 就是他学的 那一套运作方式 相当的趋近美国的这个走向 可是 美国他有很 比较健全的 基金会的制度 来支持大学 可是台湾这个部分就是要拼政府 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 比较一体性的结构 那 大家就变成一言堂 所以没有什么学者他敢跳 因为 你跳出来代表说 你要跟很多利益 跟政府可能要给你的钱 案子 这些东西你要切断 切断你自己的 这些后路 你的申请案子的 这些连结 但是对我们来讲 这是价值观的选择 如果 不反转这种思考的话 其实比较惨的是下一代 他们一进到这个 所谓的M型结构里面 他们永远就只能在底层 上面就是几个大的财团 我们做的 看到有一些学者在研究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去做研究 比如说 台湾最主要的 这种金融大的财团的运作 是有什么样的结构 那经过一些社会学者分析 是六个 也就是说 可能有六个大的家族 在掌握台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资本 所以这个结构是 它有一个封闭性 很少人敢真的得罪他们 包含政府 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庞大了 我还是不太理解 您是个艺术家 不是不是我是 做哲学跟美学理论的 对 哲学跟美学理论 所以他不是艺术家 对 所以您是哪一个领域对不起 我是哲学 哲学领域 对 但是因为今天的艺术家 他们也要思考 他们跟现实中间的关系 所以艺术本身也有一个政治的側面 政治的层面 他要去思考他做这些作品 就现在服务这些财团 这些商品的这些结构呢 还是他真正在做艺术家 还是在真正做创作 那我们也在跟学生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会触及到现实的整个社会结构的 那样的一个问题 他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美学 一个政治的问题 那请问一下 我刚刚听说